工作人員霸氣轉著紅衣男衣領 硬是將他拉到門外 面對不戴口罩的人 屢勸不聽 祭出強硬手段 松菸門外未戴照男子大聲咆哮 最後警方到場 他還是不配合 男子拼命反抗 結果警方一查發現 46歲的方姓男子 竟是1月份因妨害風化的通緝犯 但他卻四處趴趴走 不把口罩戴好 連兩天大鬧兩間百貨商場 聽說是住在這附近 但是去年有來鬧過 她是被警察抓走 是因為她是通緝犯 那你來公共探索 你不戴口罩 什麼口罩 你剛才打到現罩 現罩戴給你戴口罩 那你要怎麼樣呢 你要怎麼樣呢 16號男子才來鬧過信義區白貨 跟貴姐爆發爭執 一度還挑釁把口罩拿下來 儘管貴姐體型嬌小 但不管面對的人 個頭有多高大 怒吼要她口罩戴好 我等一下 反應不住 我現在要別開了 怎麼樣 對 沒關係 疫情爆發 卻有人惡意製造恐慌 不戴照最高可罰1萬5 男子不只鬧事挨罰 還讓自己通緝犯的身份曝了光 三天新聞社長 加狠 看不到